Hello 大家好 我是迪士尼在逃熊猫 馆长 前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 斯嘉丽约翰逊状告迪士尼 因为迪士尼将漫威新片《黑寡妇》 同步上线流媒体的行为 违反了与她的合约 不得不说 《寡姐》可真勇 敢直接兑现地表最强法务 这一告也激起了好莱坞的千层了 表面上看 《寡姐》和迪士尼的纠纷 源于利益分配不均 就是一个字 《钱》 但往深了看 却是北美院线 与流媒体矛盾的外化表现 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下 流媒体正在重塑 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 和各环节的利益分配体系 所以这期视频 我们就来讲讲 斯嘉丽约翰逊和迪士尼 撕逼的背后 正在发生巨变的电影市场格局 先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整个事件 《黑寡妇》上映 作为初代互联成员 等了十年才等来这部单人电影 无论是对于漫威影迷 还是斯嘉丽本人来说 自然是很特别的 但是这部影片的上映时间很不强 赶上了疫情爆发 几番推迟之后 在今年的7月9日上映 并同步上线了流媒体平台 也就是迪士尼旗下的Disney Plus 大家应该也都发现了 在网上 《黑寡妇》的资源 比往年的漫威大片来得更快 而这正是上线流媒体的结果之一 把影片上线自家流媒体平台 属于自闪自销 这肥水可没流外人填 而且你要是想看 购买Disney Plus的会员还不够 还得再额外支付29.99美元 这套做法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吧 国内的爱乌腾等视频网站 玩的贼溜 这迪士尼之星 招然若揭 于是乎 利益受损的斯嘉丽 将迪士尼告上了法院 在这里解释一下 好莱坞明星的片酬体系 和国内还不太一样 尤其是像斯嘉丽这样的 超一线大明星 片酬是由固定的底薪 加票房分红构成 想让意见票房越多 分红就越多 且着分红 占其片酬的绝对大头 尤其是像漫威这样的 超级英雄大片 再加上 这一次斯嘉丽 还是黑寡妇的联合制片人 除了作为演员的片酬之外 她还有一份制片人的薪酬 因为这部影片上线流媒体 影院票房必然就被分流 寡姐能拿到的分红 也就大打折扣 有知情人士称 迪士尼的这一波操作 给斯嘉丽带来的损失 超过5000万美元 迪士尼这边也做出了一番回应 我提取几个关键点 一是说 斯嘉丽的做法 特别令人难过痛心 二说她无视疫情的可怕 和长期影响 三 她已经拿到了2000万美元的报纸 就差把 与我无关四个大字写在脸上了 不过这一回应 透露了一个信息 就是斯嘉丽损失的钱 比拿到的钱多了两倍还多 这要是换成果 我肯定也不干 在这之后 双方就进行了口水战 比如斯嘉丽的律师认为 迪士尼直接攻击斯嘉丽的人品 是在贬低几十年来 许多在创作领域 与这家公司成功合作的人 甚至之前也有消息称 迪士尼公司宣布 不再和斯嘉丽约翰逊合作 但这个消息 目前并没有权威媒体的报道 准确性尚待考证 但不管怎样 斯嘉丽和迪士尼撕破脸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讲真 迪士尼这回真挺小家子气的 你想一想 要是有一天 你跟老板有什么冲突 他把你的工资 就这么赤裸裸的 发在微信群里 这做法明显不地道 这就算了 他要上身到道德层面来绑架你 说你在疫情期间 还要为这点钱斤斤计较 拜托 这不明白这两码子事吗 我觉得 迪士尼这么做 可能也是自知理亏 想以这些敏感的话题 来影响舆论 倒是清醒的网友们 并没有被轻易地带节奏 先不说在好莱坞观众心里 都有感称 以斯嘉丽约翰逊如今的咖位 足以匹配这2000万美元的片酬门台 甚至还可能由此牵涉出 好莱坞性别对立 男女薪酬不公 等问题 因而大多数网友 都站在了斯嘉丽这边 认为是迪士尼违反合约在先 而斯嘉丽是合理维权 同样的 国内的网友们 也纷纷举起了 知识寡解的大旗 认为迪士尼用完即起 无异于渣男行为 资本无情不是一两天了 可以肯定的是 这件事情没那么快能结束 毕竟 斯嘉丽虽然在舆论上 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但迪士尼还有一个号称 地表最强的法务部 这官司还真不好的 而且 与斯嘉丽同在漫威系列 电影中的男演员们 都没有发生 当然了 这也不难理解 毕竟 大家都是在这江湖中 讨口饭吃 哪能轻易就站队 给自己断了后脑 斯嘉丽这一次 相当于一个人 对抗整个师们 是否能胜诉 还真不好说 所以也有人认为 无论是先前传出的 分杀风声 还是略显敷衍 且无情的回应 迪士尼只是在施压 希望斯嘉丽能够撤诉 或是双方能够私下和解 而这件事 背后所凸显的 正是好莱坞当下 以院线制片厂为代表的 传统势力 和以流媒体为代表的 新生势力之间的 长久拉锯战 我们先来看一则数据 先不算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 2019年 北美年度票房 113.13亿美元 比2018年的118.89亿美元 下降了4.8% 拉长一下时间线来看 北美票房从2009年 突破100亿美元之后 到2019年这10年来 始终没有太大的涨幅 观影人次 则基本稳定在1.3亿左右 很明显 北美院线票房的 天花板近在眼前 制片厂方面 以迪士尼为例 虽然从2006年开始 就通过买买买的策略 大举收购了 皮克斯 曼威 卢卡斯影业 以及最新的21世纪福克斯 使好莱坞原有的 迪士尼环球华纳 派拉蒙 索尼 21世纪福克斯 这六大制片厂格局 变成了五大 迪士尼也成为行业 绝对的龙头老大 但大佬也有痛点 拿我们熟悉的 迪士尼电影来看 不是越来越趋同的 超级英雄电影 就是炒冷饭的公主电影 内容没有什么新意 要想获取高票房 就越来越难 从2017年开始 迪士尼的业绩 就已经出现了下滑趋势 当年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 迪士尼净收入 同比下滑9% 其股价当天盘后 也下跌近4% 另一边则是 越来越强势的流媒体 以Netflix为代表 这个最初 从租赁业务起家的公司 从2007年开始 抓住互联网昂潮 转型流媒体 正式上线了在线观看服务 2013年 第一部原创剧集 《纸牌屋》上线 开始打响了 奈飞出品 遗数精品的名号 2015年 Netflix以1200万美元的成本 买下影片 无尽之寿 并尝试在线点播业务 也就是说 从这一年开始 Netflix就想走 院线和线上同步供应这条路 这无一触及到了 院线方和制片厂们的利益 那个时候 院线和制片厂并不买账 Netflix也没在怕了 既然你们没人愿意 在我的平台上发行电影 那我就自己拍 于是 从2017年开始 Netflix筹备起了原创电影 我们后来看到的 《罗马》 《爱尔兰人》等电影 就是Netflix出品 也就是在这一年 Netflix的订阅用户 首次超越了 全媒有线电视订阅用户总数 2018年 Netflix的市值 更是首次超越了迪士尼 回过头来看 2017年是关键的一年 Netflix宣布筹备原创电影 迪士尼则宣布 即将推出流媒体服务 并于2019年正式上线 命名为 Disney Plus 其实这些事 大家也可以这么理解 就像我前面说的 好莱坞就是一个大的江湖 本来院县坊制片场 大家都是一伙 你可以把他们当成是 少林武当等各大门派 互相结盟 成为武林的一方阵头 流媒体这边 以Netflix把手是瞻 再加上亚马逊旗下的 Amazon Prime Video 苹果旗下的Apple TV Plus等平台 可以当作是 名叫势力 后来 名叫的势力越来越大 发展越来越好 时间一长 双方必然会有矛盾 按照正常剧情发展 可能会来一场 六大门派围剿光明点 双方各派高手一较高下 真各你死我活 谁能想到 关键时候 迪士尼自己下场 搞起了流媒体 这就相当于 少林老大呆头入了名叫 这还这么大 只怪我年轻 这江湖从来都不是打打杀杀 江湖是人情世故 什么武林盟主 什么江湖地位 那真的都是面子 仅仅攥在手里的钞票 那才是要命的李子 所以啊 不管你是代表正统 还是代表名叫 只要能够搞到钱 坐下来一起吃饭喝酒又如何 不过是一笑敏恩仇嘛 但是有一点 制片场上前能够 和流媒体握手言和 但是院线方和流媒体 作为电影的两大发行渠道 是天然的死对头 如今制片场倒戈相向 这不相当于内讧吗 院线方自然是奋怒 以黑寡妇为例 上映首周 获得了8000万美元的票房 但第二周 票房就狂跌67.3% 对此 美国影院主协会就发表声明 批评了迪士尼同步上线 流媒体的政策 他们认为 如果黑寡妇独家在影院上赢 不仅开化票房会比8000万更高 而且第二周不会下跌这么狠 最后他们还声明 流媒体和影院同步上线的策略 是疫情期间产生的妥协措施 它应该和疫情本身一起走过历史 可以看到 现在最大的矛盾 落在了院线和流媒体这两方 从这个角度来看 独自站出来的寡姐 其实就是这场江湖纷争里的 一颗小小的棋子 请把心疼寡姐打在公屏上 其实因为影片上线流媒体 导致演员和制片方有利益冲突 斯嘉丽并不是独一份 比如在斯嘉丽之前 华纳和其母公司AT&T 就曾因为《神奇女侠1984》 同时登陆院线和流媒体 给予主演盖尔·加朵·克里斯·帕恩 以及导演派蒂·杰金斯 等每人1000万美元左右的补偿 在斯嘉丽之后 有消息称 石头姐爱马斯通 也考虑过要起诉迪士尼 因为她主演的黑白魔女库伊拉 采取了同样的发行方式 不过 据THR前主编Matt Bellany 最新消息透露 石头姐已经收到了迪士尼 给她的上千万美元的 混合发行补款 还给了她黑白魔女库伊拉续集 高达8位数的预付款片酬 照她的说法 石头姐这是和迪士尼达成了和解 这结果也算是意料之内 毕竟石头姐和迪士尼之后 还有续集合作 双方都犯不着在这个节目眼上 各自纠缠 给钱就能摆平的 那都不算事 不过就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说到底 寡姐和迪士尼闹这一出 也是为了拿回本该处于她的钱 但她这件事 刻述性就在于 黑寡妇已经是过去世了 大家都知道 她在《复联4》里就牺牲了 《黑寡妇》这部电影 对于整个漫威宇宙来说 是沉上其下的 最重要的作用是带出二代黑寡妇 本来双方就要说再见 那也不差临门一角翻脸不认人 虽然此前也有消息 双方之后还会合作新片 《Tower of Terror》 一部根据迪士尼乐园经典项目 《跳楼机》改编的电影 但这部电影要是想办人的话 和已经有庞大粉丝基础的 漫威电影相比 不会有太大影响 果然成年人的世界只看利弊 话说回来 至少寡姐站出来了 她这一站 不管最后是能和迪士尼和解 还是真的被迪士尼封杀 肯定会给整个好莱坞 带来一些改变 比如说在这之后 如果院线加流媒体的 混合发行模式 成为一种新常态 那么好莱坞制片厂 以前对于演员的那一套 固定薪酬加票房分红的偏酬模式 必定会有所调整 再比如制片厂和院线 以及流媒体 这三方之间的票房分成比例 肯定要形成一种更新的模式 去满足各方的利益诉求 我一直在说 时代的变化是有风向标的 往往是由关键性事件 关键性人物去推动 在当下 关键性事件毫无疑问 就是这场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疫情 当下的这场疫情 短期来看 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长期来看 也必然会改变一些行业形态 尤其是传统的线下实体行业 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 流媒体的加速盛行 就是其中的一大变化趋势 在好莱坞正式受疫情影响 在迪士尼上线 Disney Plus之后 华纳 环球 帕拉姆的大制片厂 先后上线了自家的流媒体平台 传统的制片厂 已经彻底和流媒体拥抱 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而整个流媒体市场 虽然还是Netflix市场份额最大 毕竟Netflix如今的订阅用户 已经超过了2亿 但是上面提到的 Disney Plus等流媒体平台的上限 也让整个市场竞争加剧 电影发行方式 也从原本单一的 院线发行模式 发展成为 纯线上发行 院线加线上混合 纯院线发行 三种模式并存的局面 在国内同样如此 甚至这种变化趋势 要早于好莱坞 不只是迥妈所代表的 20多部国产电影 陆续选择了线上发行 即便一些电影采取了院线供应 但窗口期也进一步缩短 有的供应不到一个月 有的甚至只有一个星期 后续就在视频网站上线了 可以说 在流媒体发展这件事情上 中美两国现在倒是互相借鉴 这样的变化 虽然始于疫情的特殊时间节点 但必将影响深远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 寡姐和迪士尼的这场矛盾呢 我觉得 《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里的 一句经典台词 很适合用来描述这件事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私扯 比如谁谁和老同家撕逼了 谁和谁多年的老搭档 老死不相往来了 恩恩怨怨 熙熙攘攘 说到底都是为了利益 徐珍也好 斯嘉丽也罢 在我看来 他们也都是为了最大程度的 保障自己的切身利益 甚至站在迪士尼的立场上 他所做的一切 也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 只是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迪士尼与斯嘉丽 约翰逊的矛盾 院线与流媒体的矛盾 乃至近些时日以来 幽艾腾与斗快逼的矛盾 逐渐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无非是排桌下的人想上位 排桌上的人不肯让 如此而已 消费 商业 洞剑 尽在IC实验室 感谢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馆长 我们下期再见